哈喽,大家好,今天一大早去香港那边,银行卡已经预约了,今天去吧 现在准备去高铁站,高铁赵庆市直达香港西九楼 好了,造型东站,直达香港西九楼 预约的香港汇丰时下午一点半卡 时间差不多刚刚好 你看,转动又是一种 转动车四十七八六五七号半 168号车三多转身往目的后面走,站台上行走,请注意安全,被远过开设安全线 转动又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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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坐地铁去大铺 汇丰大铺银行就比较偏一点 然后这次来也没有兑港币 因为他这个什么巴达通 在iPhone上直接可以开通 就那个NFC 超多 然后一分钱港币也没有兑换 NFC直接给巴达通充了200港币 中国银行卡 招商银行直接可以充实时汇率 然后好多地铁公交 现在好像都可以用支付码危险 然后这边也有兑换现金的地方 我这次就有一分现金不带 看一看能不能正常 正常通行 然后高德地图上这个地铁方向规划 都很明确 所以直接用高德眼 现在坐地铁道 分看 然后再放 看这上面已经好多 什么地铁支持的一些支付宝 微信 巴达通啊 上面也已经可以开通 我已经开通了 就这 直接开通 他那个零钱钱包 然后上地铁直接刷一下 跟刷实体卡是一样的 现在直接从这做地铁 来了第一次坐香港地铁 这边差不多都是4G型号 也是够用的 有一天 看着地铁上的冷气 其实太太冷了 一定都带点外套 罗湖方向 然后这次来的网络电信 是直接可以送流量 然后我在电信 直接开通 上座开通 真的地铁里面太冷了 关键 人家好多人是就带衬衫的 一冷立马的 衣服就套上了 所以我这带室 外面其实还是挺热的 我要从这个科室店进去 现在直接用 我 我的巴达通 巴达通 看能不能正常用啊 好了 我直接刷巴达通 ok 直接可以进了 我冲了200港币 地铁口出来了 现在下走大概方向是对的 离的不太远 这边就是应该是算是老城区了 下了出租车 下门 吐鸦 就掉了 这个桥过去 办卡的话就推荐来这些 稍微偏一点的 他银行 排队也不是特别多 应该下卡可能会容易一些 就时间很早在路边的饭吃 他这都有微信吃过 然后试试汇率 感觉是一个老店 街坊都在这吃 那我也就在这吃了 要了一个 这个奶茶和这个什么方便面 感觉不错 东宁茶 对 东宁茶 坐在香港的小街头 还有一个小时 然后等一等 一共套餐现在32人民币 汇率实实就接会了 看一看价格 这边绝对是最local的香港地区 在等这个 冻鱼茶 好 应该叫 镜面吧 我感觉这个也不错呀 是我的口味 哇 真是不错 我说我的口味 原谅我 鸡蛋 火腿 方便面 好 这个就感觉很地道了 冻鸣茶 香港的街头 那样 那样 开吃 开吃 好 我的口味 冻鸣茶 这个我就叫泡面 行了 一共是三十一人民币 但是 三十五港币 特别的清香 清淡 我刚也看人家旁边这几位大人叫的这个 这个套餐 这个套餐 就是说一样的一样的 没想到他这个小店也是几个型了 但是 如果不支持的话 大大空间也是 车都很帅 二十二十五港币 我也不认识 老实面包 但是我看来好像都是吃了这个套餐 说明他自己还是好吃好喝 711看能不能 微信或者 这个 收付宝支付 ok 还是巴达通 还是巴达通支付 喝一喝的不一样的可乐 满大街都是兑换车 兑换各种货币 接下来简单说一说 这次到香港 网络 以及需不需要换零钱 需不需要兑港币 然后乘公交 地铁 方便 我大概 简单的说一下 因为这次来 香港的话 电信卡也是支持 网络的话 现在所有电信联通 移动都在支付宝上可以开通 他那个一天的那个什么流量 境外流量都可以开通 然后 兑换零钱 我在香港的一天 就没 不是几乎就完全没有用到现金 完全完全没有用到现金 因为现在不管是公交 还有地铁 还有大小店面 都支持微信和支付宝 特别特别小偏的 的店啊 他也是支持巴达通的 巴达通现在 也也是不用去开实体卡的 他有一个app app 你可以不管是你安卓 苹果都可以下到 手机上 然后开通那个巴达通 手机 手机版的巴达通 然后苹果的话 可以开通那个NFC 类似于实体卡 到地铁口刷一下 直接就进去了 然后充值的话 直接就 线上用 国内的银行卡 直接就可以给这个 巴达通 充卡 而且是实时汇率 所以 至于一天下来 网络 是OK的 4G 4G 5G都有 然后 坐地铁 吃饭 还有偏一点的 那店吃饭 都没有用到 现金 要么是微信 要么是 巴达通 反正就这样